加油 得到出事的电报 小姐命令清云好回万县 可是陆船长坚持要去宜昌 小姐很生气 就让我伪造少爷的笔记 写了一份解聘书 把陆船长给解聘了 小姐 有什么吩咐 你替清云签个字 少爷该签的字 不签合适吗 我让你签就签 你说合适吗 合适 这个刘金胜说陆船长有外心 说他经常跟外面的公司有接触 这事也是你搞的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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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在乌山和清云号大副刘金胜聊了一夜呀 刘金胜跟我说 自从少爷掌往公司以来 陆船长就经常跟外面人说 少爷狗屁不懂 公司就要玩完了 大家快点各奔后路 省得将来和象家这条船一起沉了 更可泣的是 更可泣的是 他还和别的公司勾勾搭搭的 刘金胜说 陆船长在万县开航之前 还和墨大爷一起喝过酒 这件事情 墨元清有没有参与其中 参与了 可他为什么要帮我紧 是清天昊尔签的线 好像 清天昊尔答应了他什么 他才决定帮小姐 至于他们有什么交易 我不知道 我听清云号上的传言说 那天是刘金胜要见陆船长 所以在陆船长的住所等他 对 也是我安排的 目的是让刘金胜偷回解片书 小姐说 怕你看到解片书之后怀疑我 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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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杀了 我没那么傻 做这一切 只不过是想把陆船长搞下来 杀了刘金胜 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是谁杀的他 那是谁杀的他 我知道 不过我怀疑 是墨元清派人干的 理由 理由很简单 墨元清一直对向家虎实眈眈的 一次能除掉向家两员大将 何乐而不为啊 这件事我姐有没有参与其中啊 没有参与 得知陆船长把刘金胜杀了的消息 他立马就慌了 让我去找解片书 现在马上去警察局把解片书给要回来 花多少钱都行 等一下 不能让我弟弟跟陆船长见面 听见了吗 要不咱俩团案了 我托人到警察局找了陆船长的物品 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我找陈警官帮我们找解片书 可是翻遍了也没找到啊 后来又去了陆船长的住所 还是没找到 你认识二狗吗 二狗 他是什么人 是莫言轻派来陷害我的人 不认识 真不认识 好 文俊 这件事情 我是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如果查清了 你真的没有参与其中 我希望你还能回公司 为公司做事 不过 你可要好好反省 要向陆船长赔罪 向刘金胜的家人赔罪 做人难 做个好人就更难了 一念之差 就可能万劫不复 不认识 少爷 我一定好好反省 不 好好毁罪 只要公司能让我回去 我文俊做牛做马 说实话 公司真不差你这个人 我也不是看中了你的能力 我是不想让你这老婆孩子 我认识 为了你来恶受冻 我走了 谢谢少爷 少爷 请 小韨 我去了万县 你却来了重庆 你怎么了 你去外线是找我吗 我动身之前 你已经到外线了 我说的没错吧 你是去看我弟弟死了没有是不是 不不 小汉 你误会了 我的计划中 并没有杀你弟弟的那种 是 是孟元清 是孟元清勾计梁团长剩下的权盗 我把我弟弟 带入了你们的卖腹圈 你们却想要他的命 清天浩尔你怎么能如此残忍 晓岸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怎么相信你 孟元清可以给我证明 孟元清 事情败露 我弟弟私利逃生 难道你在外线没跟孟元清串通 这怎么可能 他那种人会替我背黑锅 小汉 你相信我 小汉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们不是要我弟弟的命吗 今天我就要你的命 今天是你自作自受 我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我是清白的 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帮你 你不是一直想做 象牙的那种多人吗 我知道改变不了你 我只能帮你 为此 我不惜威胁党本军 不惜跟孟元清合作 我参加 Bull 顺少爷 没有人证物证 单凭你一句话 就认定二狗杀了刘金胜 这不足为信哪 我们可不可以据此查证 找到点线索 难哪 沙征案那间屋子虽然空着 但是里边的东西都不在了 上哪儿找证据去 向少爷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 你别介意 王探长但说无妨 陆船长放出去了 死者家里你也给了不少的钱 这些案子人家苦主都没追 所以你干吗紧追不舍呀 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谢谢王探长的忠告 我知道 莫元清已经求到您这儿了 您为他开脱也是有情可原 不过 我要是查不到这杀刘金胜的凶手 下一个被杀的就会是我 我 你觉得多少钱 能买回我这条命啊 你 告辞 少爷 小爷来了 吃点 你吃了吗 我吃了 英豪最近怎么样 我们好像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英豪 当兵下来 当兵 就在那个梁团长的部队 听说干得不错 梁团长还挺傻似的 这小子 我姐最近怎么样 我姐最近怎么样 没有什么消息 行 那你慢慢吃 好 我先去 腾本君 向小安 向小姐 欢迎您加入日清公司 腾本先生您好 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请不吝点赞 把太阳调 刘兄 你为向家含冤至死 清云若不为你报仇 实不为人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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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去吧 姐 他乡虽好 不是久留之地 跟我回家吧 行了 我就知道你一来就会跟我说这些 你也别说了 这件事情就算你能原谅我 我也不能原谅自己 好 你说 你这不是盼了自己一个流放吗 你看我连根寒毛都没少 再说了 这都是莫言清搞的鬼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实话告诉你 那天是我 把你打算带人去圣保祥的事 告诉莫言清的 那又怎么了 如果不是他在后边搞鬼的话 这事称死算一个斗殴 出不了人命 这件事 真的是莫言清干的吗 就是他 我都查清楚了 是莫言清一个手下叫二狗子 让他的兄弟吃了阴阳伞炸死 然后再让梁团长带人来 以弹压斗殴之名将我当场处决 这事都是管家出的主意 对了 二狗子照片我还带了一张你看看 他就是二狗子 他就是二狗子 我现在怀疑刘金胜也是他啥 姐 姐 我问你个事啊 你说 陆船长那截篇书 你找到了吗 向先生 是向小姐的弟弟 他在哪呢 和向小姐在会客室里呢 是 我看他的样子 谢谢 我已经不知道 你我还交到贺责搭车 我现在你不认责时 我不记得了 你不认识吗 你可能不示范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啊 如果真的有人想陷害陆船长的话 不会拿走解聘书 因为这解聘书正好证明了陆船长对刘金胜恨之入伍 那也就是说解聘书应该在警察局里 可文俊告诉我 他到警察局里去找解聘书的时候 这解聘书已经被人给拿走了 这人会是谁 一定是真正的凶手 事发这么突然 只有真正的刑凶者才会反应如此敏捷 姐 解聘书现在在你手里吗 对 现在解聘书是在我手里 但不是我拿的是别人给我的 那你能告诉我 是谁给你的吗 莫元清 你不信 我当然不信了 你说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会觉得 你会是咱们相家未来的当家人 包括莫元清在内 莫元清对咱们相家那点家底 惦记得不是一天两天了 他要真拿到那解聘书 就等于攥着你的小辫子呢 他会那么轻易地给你 谁 以前我是小看你了 其实清云 你比我聪明得多 你要是能把你的心思放在咱家生意上 相家想不发达都难 你去 解聘书不是莫元清给我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解聘书到底是谁给你的 现在我还不想说 因为这个人可能没有参与进来 只是在警察局有些关系吧 你不说我也知道 而且这人不像你说的没有参与进来 他一定参与其中 要不然他想不到解聘书对你来说是个问题 这人知道这事情之后啊 反应很快 他帮你搞到了这封解聘书 并且还给了你 这等于是帮你解决了最致命的一个漏洞 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 听你说 陆厂长杀了刘金胜之后 我就意识到这个纰漏 就想了点办法 清田浩二 想要拿到解聘书啊 你解聘书 你解聘书 必须得依靠莫元清 莫元清呢 他又不知道这解聘书上我的签名是伪造的 所以就帮了清田浩二 他要真知道我那是伪造的 他得后悔死 是啊 也就是说现在事实是莫元清是真正的凶手 他要去找这个二狗子 把刘金胜给杀了 我想应该是这样 当然他也可能派别人去啊 但是这二狗子的嫌疑是最大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没有证据啊 就有一把匕首 还被封存在警察局里 那把匕首就是杀害刘金胜的凶器 也就是说他们想陷害鲁船长 所以故意把匕首留在了现场 我们现在得找到证据 证明这匕首是这二狗子的 不过我想了很多办法了 这事太难了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指纹 指纹 就是手印 我们平时签这个文件书的时候 不都是画鸭案指引吗 对啊 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 如果我们能找到凶器上的指纹 和这个二狗子的指纹吻合的话 那说明这个凶手就是他 这样你回去等我消息 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 行 那你快点啊 好 放心吧 行了 不用送我了 回去 你个人的事我不太方便多说 但是那个人你真得小心点 放心吧 回吧 嗯 小韩 你弟弟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静云 这次一定要多住几天 多住不了 来重庆办点事 顺道呢 来看看我姐 家里还有事呢 这就得回去 也是 每次都是匆匆忙忙的 咱们长聊一次 真的很难啊 来日方长 将来还有机会呢 我走了 姐 走吧 进去吧 这次我上我姐那儿去 给我姐看了二狗子照片 二狗 就是上次在大茶楼 要绑架夏天虹的那个 走路长不长眼睛 对不起 这小子现在被关在警察局里吧 这个王八蛋 总算抓到他了 不过他是因为别的事 被抓进去的 绑架天虹的事 警察也都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证据 我就是人证 走 咱们去警察局 行行行 别着急 别着急 这小子干了不少坏事 我先正查着呢 这些事你可千万不能 对任何人说啊 你爹也不能说 为什么 二狗是刨哥 你爹知道了 不就等于二狗子知道了吗 这事没查清楚之前 不能走漏一点封城 你放心吧 我谁也不会说的 喝酒 小韩 坐吧 青天哥 你找我 小韩 带来公司还好吗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公司一切都很顺利 他们对我很好 藤天先生很帮助我 你就放心吧 你在看什么书啊 巴鼠 你这么爱学习呢 长江漫游日记 你什么时候开始搜集四川的情报了 这些都是公开出版的书籍 哦 我想起来了 你管我们相家要过三峡航道的资料 小韩 不是你显得那样 日本一向有调查研究的传统 不但对于本国 对于世界也如此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这些话吗 哈哈 我如果是在收集情报的话 这些书 能摆在这里让你看到吗 那就不是太傻了 再说了 日本也不会傻得 把情报公开出版 但其他国家都看得到吧 我知道你弟弟等你说了什么 所以 你对我存有借金 当然 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你 你现在不争相押地长做人了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情再让他猜疑 所以我并不在心 时间会证明一切 行了 您好 我姐那人你还不了解吗 一天到晚浩德欧远了她是不下来 你别看她现在跟清田浩二走得近 清田浩二是一日本人 她能在中国待一辈子呀 我姐又不能去日本 怎么不能啊 小韩不是自己在日本也待了八年吗 那是去上学 又不是驾到日本 这不一样 别难过了别难过了 来 喝酒喝酒 来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那张解评书 你是怎么拿到的 当然是请莫元清帮忙 听说陆船长杀了刘金胜 我就意识到解评书是个问题 所以就请莫元清到警察局拿来回来 但是他并不知道解评书上你弟弟的签字是假的 也不知道我拿来做什么 所以就帮了我 你骗我 为什么这么说 刘金胜被陆船长杀了以后 我第一时间就让马文俊去警察局拿这份解评书 但是解评书已经没有了 你人当时在重庆 你怎么可能比我下手还快 你说得对 我骗了你 刘金胜会关闲之前我就到了 但没有去见你 为什么 我不放心你 我怕你搞砸了 但是我知道 你有好强 不希望我在你身边只是画脚 所以 只能出自下策 那看来 是我错怪清天阁了 嗨 我要早点问你就好了 这些话我一直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因为我不想怀疑你是那样的人 不过今天把话都说开了 我赵爷舒服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怀疑这件事情了 你还是我清天哥 谢谢你没理解 少爷 小姐来信了 我还是个人 说什么 有办法 什么办法 明天你去给我搞点点晶体 点晶体是什么东西呀 把这个交给伙计就行了 这 点晶体 我明白 少爷 东西取回来 来吧 坐 别说 洋人这玩意儿 怎么还真挺科学 来 把盖打开 来 打开 把里边的药粉撒在这盒里 给露出来啊 这 这到底干吗用的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这 这 这是不是照着 快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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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冒烟 冒烟 冒烟 在这儿灌了这么些天 你受罪了 你说咱们相识也有几十年了 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单独请我吃饭 这还是偷一次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大事 边吃边聊 你是怕菜里面有毒 来 来 老爷啊 你啊 别怪我以笑人之心 毒君子之父 说实话 我实在是怕了 可以理解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 道里来活里去 你很清楚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进墨家的时候你还小 我天天就跟着老爷 老爷呢 是您的亲父亲 但是我敢说 我比老爷还了解你 这么多年啊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 你说说 我还真想听 少爷你看 这么好的菜 要是再有一口酒就好了 咱们这是在将局里 不许喝酒 哪儿那么的规矩啊 咱们两个人难得这么 安安静静地说些心里话 哪儿那么有句话 警察 警察 来人哪 啊 哎 你啊 好忙 通融一下 来瓶酒 谋害刘金盛 绑架夏天红 向少爷 你可有证据 我有人证 谁 到时候带来你就知道了 王探长 我希望 能让二狗今天就过堂 今天过堂 这 这太仓促了吧 不仓促 难道非要等到你跟莫言清商量完再过堂 才行吗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件事背后的盘根错节你清楚 你如果 非要跟莫言清通个气的话 我也拦不住 那我就只好请郭市长出名 向少爷 你误会了 既然向少爷这么坚持 那咱们就今天过堂 来 向少爷 你 你这是 去买 买什么酒 我没空给你们去买 买什么酒 这有一股我们自己喝的 你们要喝的 你们要喝的拿去吧 这个酒 太差了 这酒还差 行了 可以了可以了 这种地方就不讲究了 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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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少爷 我进墨家的时候 你还小 但是那时候我就能看出来 你有野心 你能成大事 只不过 你做事 太过不择手段 酒太差了 我喝不惯 所以说啊 少爷你 天生就是个富贵的命 你说你 踏踏实实地娶妻生子 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 多好 可是你不 你非得有什么野心 要成什么大事 你想想 这些年为了你的大事 赔了多少条性命啊 这些年 你跟我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 手上沾了不少的血 但是 我想你心里一定是在怨我在恨我 怪我托你下水 少爷 这 你就不懂我了 如果你是曹操的话 我就是国家 虽然当初下水我是被逼无奈 也是时至今日啊 个人有个人的乐趣 时至今日 我一败涂地 哪里还敢跟曹操相比 怎么就一败涂地了 少爷 二股 着了 都着了 着了就着了吧 想害向秦云这种事 撑死了 关上了一年半载你放心 这事我给你顶了 等我出去以后 继续地帮少爷你出谋划策 他把杀害向疯子绑架夏天虹的事情全都着了 都着了 那就麻烦了呀 少爷 你赶紧想办法 想办法找个人来顶这个罪呀 有点 可不 邵 救命 少爷 一定是有人要害我们 少爷 赶紧 赶紧叫人 叫人救我 少爷 叫人哪 叫人哪 这件事情 总是需要人来听 早就了的 不会是今天的结局 一人要一人哪 乐趣 一人也不一人哪 你别怪我 我也是没有办法 都是他们逼的 你怎么办 我也是 你得ception 我还是不解释 你会不会 我还不解释 你都不解释 我还是不解释 你不解释 作曲 李宗盛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淡淡 美的心好似浪花 只有你能碰碎它 我是你 怀里一缕头发 哗啦啦的江水 流啊流啊 那就是我们俩 耍悄悄啊 美的心用截浪花 只有你能听懂它 你是我 手里也把伤 高高山上有一束花 快点走过来嘛 等你累了才开 不就装了花 有多多白 我和哥哥 你的爱 就是见到学我谁 也不让开 也不让开 绝不分开 绝不分开 我和哥哥 也不让开 也不让开 绝不分开 我和哥哥 也不让开 我和哥哥 也不让开 你不让开 你不让开